我將會說一些很白癡的東西 所以如果看資訊性的東西 就最好不要看這條影片 實際上有些什麼 其實我都沒有研究過 所以我都不知道 現在我的腦袋裡 本來最多都是在想宮廷劇的對白 即是打你不打你 都不用賺人 今天星期三 它是免費開放的 都是要上網預約的 剛好我們有預約稿 但是有幾個展覽廳就不能進去 不過都應該夠我們看 嘩好正啊 來到紫禁城的門口 房紫禁城門口 開始進去了 快點叫宮廷劇的音樂出來 和宮廷劇女看了我的眼睛 拉出來斬 好了 現在我們第一樣東西看的 就是故宮裡面的建築 就是老闆那些東西來的 養生電 養生電不是火鍋來的嗎 但剛才王帥的樣子很硬契 以前的小道說的 有被人砍一頭 其實剛剛進來第一個館 走不到十倍已經很好看東西了 這個館裡面也挺有資訊性的 尤其是這個螢幕裡面 喂不看這些 可不可以快點跳到後宮的位置 這個雪景還不是金枝玉葉的雪景 有位是娘娘 這麼少頭色 是不是娘娘 我應該很低頭 即是它沒有什麼頭色 所以它應該不是娘娘 我最想知道後宮的爭斗 那些宮在哪裡 哦 這些妃子是住這些旁邊的宮 易燕熙宮是燕熙宮 剛才有 永壽宮 這些好看 這些就是宮廷劇取景的名字 難怪這麼多宮鬥 宮都很近 整群女人住在一起 難怪這麼多宮廷劇 和將龍椅在這裡 那裡寫是皇上坐的椅子 皇上坐的椅子不是龍椅子嗎 這些是完全沒有知識的 我這些 文武百官那張 這位伯伯就是康熙 康熙來料有看過 康熙真的沒有看過 宮廷劇 No.1 最喜歡偷的皇上玉璽 見玉璽又愈見皇上 還怕鬼 這些全部都是乾隆皇帝的劍 他們其實是很精緻很漂亮的 真的有點可惜 那一把這麼漂亮的劍拿來用 但是真的這些劍也不知道殺過多少人 宮廷是女人最喜歡搶的 最喜歡搶的那些 手式 那一支是不是 就是宮心計的 鳳凰 不知道什麼滴血那支 那支拆的 還有那個是皇后手指尾的指 旁邊的姐姐說 還有握印背部的金手指 哇 這些字很整齊 噢 印刷的嗎 是印刷術來的 這是2003年 噢 原來是印刷術來的 嚇死以為手寫得這麼漂亮 這件衣服在宮廷劇都經常見到的 就是龍舖了 哇 這一種古代的花瓶 現在經常被人模仿的 因為在10元店那些通常都會找到 在裡面這個當然不是10元店 這些花瓶也是 好像經常在現代都會見到 說到未必是10元店的 在綜藝 各貨餘畫裡面會見到 剛剛聽到第一個館 我覺得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 如果你墮入了宮廷劇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相似的 清代宮廷生戶 這個適合我看 這個訂閱我的 不知道《紫禁城》的一天裡面 會是怎樣的 簡介說 原來乾爐皇帝早上4時起床 其實4時我平時還沒睡覺 這一塊就是宮廷劇裡面 跌得最多的洗面盆 偷聽完秘密之後 宮廷劇跌了麵盆之後 就被人拖了出去斬 這些就是被煙壺 這些不是古代的白花油 剛才的叔叔說是放在鼻子上索的 這五塊東西就是用來製典用的道具 中間這個第二個 很像是一個火鍋 神靈也有打火鍋 我們現在來到松華宮 看什麼呢 喝茶和吟絲 但這些款式真的好像很熟口熟臉 總是不知道在哪間餐廳見過的感覺 這些風格的碗碗碟店就沒見過了 這些就特別一點了 很漂亮的公仔書 這個也是宮廷劇第二大最多人掃落地下的東西 就是棋 通常的皇上 飛奔牌的那些都是一眼掃手 這些就是以前的經文 就真的是水蛇蠢那麼長 如果當時抄襟的話真的抄到瘋了 這塊東西很棒 我最喜歡的東西是火鍋爐 原來是火鍋爐 但這麼小的東西 它就像是一日煙鍋 這塊的掌字式在宮廷劇沒見過 原來這個盒子是在聖片上用來製餃子 這些畫畫得很漂亮很精緻 可能因為自己是讀白花出身 所以對這些細節是非常感興趣 好 讓我寫一首詩給你 我寫一個字 好 寫一個永字給你 嘩 漂亮 你寫進階嗎 先寫進階 先寫天浪氣清 天浪氣清 GO 其實很難寫的 它的感染性不是很大 所以你要先壓下去才行 先生 寫中文 為什麼你後來寫到字這麼尷尬 你的下半段完全不是中文 為什麼要集體躺在圓圈上 好像邪教儀式一樣 好地地 坐在這裡看不可以的 是要躺在這裡的 不驚不覺 看二號館也要看最後一小時 其實我最想看的那些 宮廷皇后的東西 都是未有的 其實走完第二個館 應該先看第三個館 但第三個館是在陶瓷 反而我沒興趣 所以就跳一跳 就先看四號館 因為四號館 是有清朝最後的超像 宮廷劇的東西當然要先走 不過以前那些超像 樣子不是重點 反而是整個整個 那套衣服才是重點 以前的自滑像 都不是專注於我的樣子 很棒 就是一個歷代皇上和皇后的人物關係 非常清晰 亦都是很有資訊性的 清朝照照相館 這個好像好玩 好來啦 我想拍 不行 這個很噁心 你選一個女人 你選一個女人 不要 我要做皇上 蝙蝠 皇上蝙蝠 不要 帥氣 這個當然是 皇上那邊 我先選一個女人 就說 你選一個女人 麻煩了吧 我可以確認 確認 這張 such 記得探索這張QR Code 拿回自己的照片 就是這些圖 就是剛才 我們可以扮那個 怎麼扮這個?這個挺好笑的 這個4號館就看完了 比我想像中短和小很多 不過最好玩還是拍照那個 現在就看看一些陶瓷的東西 這麼漂亮 古時也有色彩繽紛的碟 這個一晚就猜中了 原來真的是枕頭 古時的枕頭是這樣 但是給它現在這麼分 應該會挺辛苦 其實古時的枕頭 都好像IKEA感覺 當然是那時候的比較珍貴 這類的枕頭 好像現在的餐廳上常見到的那些 當然是那些餐廳抄這個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背壺 就是讓你揹著它 背壺? 是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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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裝水 是裝水 然後左右兩邊的枕頭 就是穿一條繩子 然後被你揹著 其實不是很重嗎? 其實本身舊東西也很重 對 所以以前的體力也很厲害 好,謝謝 真是幸運 所以姐姐告訴我 這些沒有知識的人 這個碗還不是我來煮公仔麵 其實這裡很多碗碟碟碟 看上去跟現在 在家裡看到的那些很相似 因為家裡的那些根本就是抄這些東西 所以看著這些碗碟碟 是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剛剛看完陶瓷這個碗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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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這個是salon那些顏色 那個圈圈 所以沒有了這個 所以沒有了這個新潮 剛才廣市以為這個是筆筒 但誰知道讀過水牌原來真的是筆筒 像不像新年全盒 但它不是全盒 它是一個擺高點的 真的擺高點 這個就是古時的高跟鞋 還要扎腳 為什麼那時候走得很辛苦 不過現在的類型行路也很辛苦 這一類的Style 我現在經常在IG都會看到很多人畫這些東西 而這一塊就是古時的Lunch Box 它說是拿去野餐用的 英文那裡寫 都很豐富 如果充滿了食物的話 這一張椅子也比較現代 通常我平時上大陸廠做事的時候 他們寫字裡面總是有一兩張這些凹凹 這個真的 古時的Annabelle 現在看上去超驚 但在那個年代 公仔應該是很漂亮的 其實這個5號館也挺有趣的 它有很多古時的生活用品 除了說笑的這些之外 其實其他東西也很有趣 很值得看 無緣無故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上來二樓 這裡就會看到了 今天天色是一漏的打卡 我們終於來到6號館 是一些在故宮的物品裡 一直收藏在香港 而今時今日再次拿出來的 這個館裡面的東西 明顯地是珍貴一些 都是看到那些藍白色的圖像 但是這個是配有一點金的東西 這個東西好可愛 好像Android那隻公仔 這個就叫做居年三聚圖 那是說什麼呢 三個人在我喝酒 星期五六就是這樣 這個大曲虎 這個水壺挺漂亮的 挺有現代感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西洋的風格 好像M Plus看到的畫 很多黑色的橘幅在這裡 這個故宮說這麼快就看完了 整體來說我都覺得很好看 它的展品都挺有趣 不過以我這些有閒宮廷劇的知識來講 這次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Anyways 大家記得幫助一下 我這位是Youtube界的山區兒童 只要一天一個like、subscribe、share 就可以大膽幫助Youtube界的同屏 再見 拜拜